哈囉 各位 大家好 這邊是超強系列 今天呢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久違的韓文文法 今天呢 我們要來學習的是 這兩個是什麼東西呢 之前我們教過的韓文呢 大部分都是我們這個 然後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是 遊行 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齁 那今天呢 這兩個字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非常實用 不會你是去旅遊 也好 跟朋友聊天也好 都可以使用到這兩個字齁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遊在的意思 理所當然的 沒有 我是不在的意思 我們在遊行裡面呢 有個特徵齁 就是在之前呢 我們的哈密瓜裡面呢 不是問句都會加個 什麼什麼か 意味か 什麼か 那個 が呢 我們在有裡面呢 是不需要用到的 它只要尾音上揚 就直接變成問句囉 舉個例子 有果汁 Juice いそよ 有果汁 那如果說 有果汁嗎 直接講 Juice いそよ 嘿 這樣就OK囉 那如果沒有呢 否定句怎麼講 Juice いそよ Juice いそよ Juice いそよ 接下來我們已經會問有沒有果汁了 我們來問問看其他東西 啊 非常非常簡單 這些以上的都是問句 那肯定句怎麼講呢 Mul いそよ Juice いそよ 這個 都呢 也就是也的意思啦 欸 那我之前有好像有應該有教過吧 欸欸欸欸欸 沒有的話 啊 現在記一下 那否定句呢 否定句怎麼講呢 Copy いそよ Mul いそよ Juice いそよ Juice いそよ Juice いそよ 耶 這三個都沒有 你要喝什麼 當然呢 這個不是最最精準的文法 但是你這樣子講呢 這個韓國人呢 一定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Esoよ илиオプソヨ它們的 OK 呃 剛剛不好意思 我的這個照片沒電了啊 我們在在做YouTube難免啊 會發生這種突發狀況 這邊來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沒有電要怎麼講呢 其實最簡和最簡單的方式 你直接數 別取得得得得得了 這個呢 就是說沒有電池了這樣子 對 那這是最最最簡單的講法 我們今天學這個就好了 OK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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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要学習的是 Isoyo跟Opsoyo的 他們的這個在跟不在的用法 比如說床在房間 首先呢我們要先知道主詞是什麼 床嘛 床的韓文怎麼講呢 Chimde 因為床是很Chimde 沒有啦床很重 地方在房間 房間怎麼講呢 Pang 動詞就是我們這個Isoyo嘛 好放在最後 好那這之間呢 我們要給它加介系詞 首先主詞後面我們要叫什麼呢 Nung 地方的介系詞要叫什麼 上一次我講喔 上一次 A 所以呢 加起來就會是 Chimde Isoyo Chimde Chimde 床在房間裡 那再來呢 還有什麼樣的句子呢 如果說 我在床上 那怎麼講呢 Nung Chimde Iso Isoyo 對 那這邊的介系詞呢 我們從A換成Aso 地方加A 東西加Aso 這樣了點了齁 OK 好 如果大家聽懂的話 我們馬上進入小測驗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有沒有把今天東西學會喔 第一題 第二題 there 有朋友嗎? 有朋友嗎? 沒有 第三題 有女人嗎? 沒有 第四題 有女人嗎? 有 有 不要亂講 沒有 沒有 大家都學起來了對不對? 好那今天的節目差不多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很有收穫的話 也麻煩將這個影片分享給你 身邊喜歡學習韓文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個天晚上九點準時發布新影片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還有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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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l synchron cla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